大家好 我是科幣托科幟托 比特幣快速放量下跌 連續擊穿重要支撐區間 行情是否已經發生了反轉呢 昨天到底發生了什麼 如果你對本期視頻感興趣的話 請隨我看下去 我們一樣先切換到比特幣的日線級別圖表 當我們放大周期我們才可以了解 我們現在趨勢到底是如何 我們就看昨天這根K線好了 昨天收的這根K線 以實體的部分跌了大概只有3% 其實跌幅並沒有你想像的這麼嚴重 它其實在實體僅僅只跌了3個百分點而已 但是如果我們去計算影線的部分的話 那這就比較嚴重了 昨天大概有一個9%快10%的跌幅 那這個跌幅它是正不正常的 我們的日線級別趨勢到底有沒有發生轉變呢 其實現在以日線級別來說 我們多投的行情還是可以持續的 但是呢 已經出現了一些風險信號 如果盤面它沒有給出更多的信息的話 我是不會一直想的去做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我還沒有做空呢 你可以發現 我上一次做空的時候 那個時候盤面是出現了怎麼樣的信號 它單根K線的實體 就跌了有11個百分點 跌了11個百分點之後呢 它反彈到0.618 我就選擇在這個點位做空的 我們現在都可以在一樣把這些點位給強調出來 你可以發現它反彈的位置呢 就不偏不倚的 剛好達在0.618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呢 我就選擇做空 那你可以發現呢 我們這一波下跌呢 以實體部分它只有跌了3% 所以我現在還不考慮 直接去介入空單的 那為什麼 這一波跌幅 它會造成一片嘩然呢 這其實是因為啊 我們在 突破了歷史新高之後 然後突然有個迅速猛烈的下跌 這是 這是在過往的歷史當中比較不常見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現在比特幣啊 它其實是在一個 價位是歷史新高嘛 如果我們從69,000 欸 當作起算點的話 我們跌的這個跌幅啊 最高到最低 大概有一個六七千刀 10%嘛 那你想想看啊 六七千刀在我們現在的 價位來說它是10% 那在以前的價位 六七千刀 欸 它可能就是 十幾二十幾%啊 所以你會認為說 我們現在跌了很多 但是如果以百分比來說的話 欸 其實 這個範圍啊 它並 不能改變我們日線級別的多頭趨勢 至少現在是還不能改變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把圖表在 放大的話 我們的 現貨 欸 是不是應該要考慮出場呢 我個人啊 會把我 現貨的止损呢 短線的 這是很短線的現貨止损 就直接掛在我們 白色線所畫出來的區域 你可以發現 我們這幾根日線的收盤啊 它沒有任何一根實體是收在 白色線下方的 雖然說 插針是有插破 但是 實體的部分沒有任何一根 K線是收在下方的 那在這裡呢 欸 我可以視為它是一個 假的跌破 當然如果它跌破這裡的低點的話 也就是如果我們 欸 往下跌 而且 比原本跌的 比原本的低點還低 我們創造出了 lower low的話 那這絕對是我們值得注意的信號 甚至 到那個時候呢 欸 我就會開始考慮要去 重新布局 我的空單了 不會一直想要做多 我在之前的行情當中 我不斷 欸 一直想去做多 當然也是有一定的獲利 那如果你現在在選擇交易所的話呢 我非常推薦Buybit交易所 你現在入金可以享有 3500USDT的交易政經 這個活動呢 直到這個月的18號 你還要拿交易政經的話 要拿要快 那BitGAT 你現在KYC可以贈送5U 入金交易一次 可以享有入金的5% 最多100USDT的交易政經 那OKEX 有現貨合約 永久20%手續費返線 下面的三個鏈結 我絕對可以跟你保證 這是全網最好 最高的返佣福利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了解 我們昨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因為它在放量下跌 連續集穿重要支撐區間的這個過程啊 我們東八區 也就是 呃 台灣啊 或者是 香港啊 或者是內地的這些朋友 我們大家呢 都是在睡覺的 我們就不妨 我們回到昨天的盤面 如果 當初發生暴跌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人是醒的 我們是可以做出怎麼樣的應對呢 我們就把這些 我當初啊 在這個地方 欸 我畫的趨勢線給強調出來 那畫出這些趨勢線還不夠 我們要更有臨場感一點 有臨場感 那這個時候呢 欸 我們就把 我們時間 我們就回到 我昨天發出影片的時候 我後來做了哪些操作 以及 如果我可以 在暴跌的時候 我是醒著的 欸 我們可以來做出哪些應對呢 我們就把這個盤面啊 再重新播放一次 好 我們重新播放 這個時候 還是非常正常的 那 它現在呢 欸 在支撐區間 形成了一定的盤整 其實我個人啊 昨天是在這個點位 就差不多 現在這個點位 我做了加唱 為什麼呢 因為盤面 它其實給出我們幾個重要的信號 第一個就是 我們在這裡啊 欸 它是非常有效的 這是 阻力嘛 阻力嘛 那這是支撐嘛 支撐嘛 所以我個人呢 是在這個地方 做了 加唱的動作 但是 光靠壓力支撐 還不是一個很有效的 嗯 判斷依據 我還可以依據 波浪理論啊 這邊 1 2 3 4 5 然後呢 A B C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認為 我們這裡啊 其實就是我們回調的 最低點 所以呢 我就在這個地方 欸 加唱 而且你也可以發現喔 我加唱的這個點呢 就剛好是在0.618 是吧 就在0.618 所以我就 在這個點位呢 我就進行了 第一次的抄底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之後盤面 它發生了哪些變化 好 我們就繼續看 後來還是在一樣的地方震盪 然後呢 它在這裡 它做了一個假跌破 是吧 它在這裡 快速做了一個假跌破 並且反抽 那這個假跌破呢 它其實 並沒有打掉我的止损 畢竟它只比我的開倉價格 往下了大概 兩三百刀的距離而已 所以 它並沒有打 觸及我的止损 那它現在呢 你們剛剛也看到 它其實走的是一個2B的結構 那它走2B的結構的時候 我就可以斷定啊 我之前在這裡做抄底的動作 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那 欸 話又說回來啦 我們應該在我們正確的倉位裡面 不斷的加倉 所以我個人呢 在突破這條下降趨勢線的時候 這條下降趨勢線 我已經強調過非常非常多次了 在群組又強調過很多次 我在突破這個高點的時候呢 欸 我又進行了一輪加倉 所以我昨天 其實是加倉了兩次 當然 我的加倉一定是越加越少的 也就是 我到越高的價格呢 我的多頭長尾 我會越加越少 避免頭重矫情的狀況發生 那現在呢 欸 為什麼 這個時候 其實也是一個可以加倉的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它突破了前面的這個高點 所以我個人呢 還是拿著我在底部所加倉的多單 好 那我們就繼續 來看 我們之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是這個時候 我就做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決定 以事後諸葛來說 它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 但是如果 盤面重新發生一模一樣的狀況 我還是會做一模一樣的決定 我之前呢 是把我的 中線的單子 也就是 我在很低的 我在低位所建倉的多單 是在 63,800下方所建倉的多單 我的防守 只贏呢 我就掛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後來 我就掛到了這個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這條趨勢線啊 非常的明顯 它如果這個低點還可以被跌破的話 那我們這條上升的趨勢線 它肯定 就是被跌破了嘛 而且 如果這個低點被跌破的話 我們的壓力支撐位是不是也被跌破了 所以我當時呢 我就把我所有 中期的多單 我的 防守指引 我全部都移到這個針尖下面 0.5刀的位置 好 那這個決定呢 以事後來看 是相當重要 而且相當正確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之後盤面 它發生了哪些信號呢 到行情走到剛剛 這個點位啊 其實 我就可以認為 我做加償的決定是正確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已經創造出了 比原本還要更高的高點 這個是一個很Bullish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我是一定不會去做減償的動作的 說不定我剛剛在這裡所加償的多單 它可以成為一張趨勢的單子 也說不定 而且你可以發現 我們在剛剛 往上做突破的時候 它是有巨量所做配合的 它這前期的巨量呢 跟我們突破 63,800重要支撐 重要阻力區的時候 它所放出的量呢 是 幾乎是 平起平坐的 所以我可以認為 它往上的這個突破 它就是一個真突破 我當時是這麼認為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也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我看到盤面 它居然 在創出了一個更高的高點之後 沒有繼續向上 所以我個人呢 就把我的短線 重點是短線 我的中線的防守指引 我放在這個針尖下面 那短線呢 我就放在這個高點的 下方兩三百刀的位置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看 如果我們從這裡 畫出一條趨勢線的話 不能說趨勢線 它有可能回踩的位置 這個是我的Worst Case Scenario 也就是 它如果從這邊震盪 然後呢 它走了一個突破之後 它可以回踩 我認為可以接受的點位 就是回踩到這個前高點 我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它踩一下 繼續走的話 我都認為是健康的 但是如果在這個點位 它沒有撐住的話 那就是不健康的 這也是為什麼 我會把我 超短線的防守指引 去放在這個點位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它之後盤面 發生了哪一些變化吧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好 那這個時候 已經是半夜的三點 我相信 大部分的 住在東八區的人 如果你不是住在美國 或者是其他地方 你是住在華語地區 比如說台灣啊 香港啊 馬來西亞啊 或者是內地的話 我相信這個時候 你都是已經在睡覺的 我的觀眾應該都是在睡覺的 那盤面出現這種狀況的時候 如果我是醒著的 我是必定會去 平倉掉我的短線多單 因為你可以發現 它很明顯是 已經達到我的 短線的防守指引位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中線的多單 我還是把指引 掛在這個點位 然後呢 我們就看它繼續怎麼走 這個時候其實是 非常有風險的信號 為什麼呢 因為它現在很有可能 可以走成一個吞沒的型態 怎麼說吞沒的型態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幾根K線 這幾根K線 你可以發現什麼呢 如果以引線屍體的部分 來說啊 陰線它都 絕對有實力 去把我們前面 所做突破的陽柱 給 完全吞沒掉 而且你可以發現 它量能是不斷增大的 所以如果我 三點還沒有睡覺的話 這個時候 我一定會起來 看我的單子 因為這個時候已經出現了風險的信號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之後是怎麼走的吧 好 這裡 它出現了 放量供應的下跌 你可以發現這個 放量的下跌呢 它居然 創造出了巨量 而且比前期突破的高點還更高 而且你看這個巨量 它是比我們前面 多頭的量能都來得更大的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它跌破了 我們的趨勢線 而且也跌破了我的壓力支撐 所以到這個點位呢 如果我是醒著的 我一定會手動去止損 我所有的多單 包括中線的多單 也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它這裡的低點呢 也可以打掉我原本的防守指引 那當然我有用電腦設置好 所以我在這裡 其實我所有的多頭倉位都已經出場了 包括我中期的多頭倉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之後發生了哪些事情呢 在我們看之前 我們先到4小時級別 我們畫出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壓力支撐互換位 大概在這個點位 這個點位 我已經強調過非常多詞了 你看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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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點位都非常的關鍵 好 那我們再回來 我們到1小時級別 我們來看看 之後發生了哪些事情吧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昨天發生了這件事情 所以 嗯 好吧 如果說 這個時候你還沒有出場的話 我相信你已經造成了 非常巨幅的虧損 甚至都有爆倉的可能 因為它最高到最低呢 居然有一個10%的跌幅 如果你是開 嗯 10倍槓桿以上的話 都有爆倉的風險 非常可怕 這就是為什麼 我一再的強調 不管你開任何的單子 都一定要帶上止损 一定要帶上止损 我個人的習慣就是 這張單子我都還沒有開 我就會想好止损 並且已經掛好止损了 因為我們都無法確保 在我們開下單子 成交的那一刻 盤面會出現哪一些巨幅的變化 所以我們必須 一定要提前設置好止损 就算發生了最糟最糟 最糟的狀況的話 它也 我們還是可以在這個市場上 繼續生存下去 那這也可以解釋 我為什麼不說 因為我之前判斷 我們再從這裡 它很有可能是一個 新的多頭五浪的起點 但是很明顯 盤面它教訓我 它告訴我 我們並不是在一個新的上漲無浪的起點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看到所有好的機會 我都不可能去梭哈 昨天有朋友在下面留言說 梭哈撥一撥 單車變摩托 那如果你在這裡去梭哈的話 盤面走成這樣子 可能連單車都要沒得起了 那我們來繼續看下去吧 好 它後來其實航行就比較無聊 它後來就走了盤整震盪下跌的狀況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盤面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再切回比特幣的4小時級別圖表 接下來啊 其實交易機會還沒有出現 但是我們可以等待 多空雙方博弈 多空雙方充分較勁之後 它終於選擇出了方向 那我們再以右側的方式進場 這個時候有哪一些機會呢 如果要我重新拿回多單 那比特幣它必須得重新站穩在 這個黃色線之上 那如果沒有站穩的話呢 這個地方其實也說不定是一個很好的做空的 做空的點位喔 那如果我們看跌的話 哪些是我們比較在意的狀況 就是如果它發生了這種事情 就是我們已經跌回了原本的 大概在63800左右 也就是我們跌回來 而且我們反彈上不去了 那很抱歉喔 那我會放棄我所有做多的思想 也就是我不會再去介入所謂趨勢的多單 趨勢的多單是想都不用想的 如果跌回這個區間的話 想都不用想 那什麼時候我會真的開始考慮做空 那這個做空呢 我講的是趨勢的空單 也就是我從這裡開單 我要拿到55000啊 53000啊 51000啊 這個是絕對有可能的 趨勢的空單 我們要怎麼開出來呢 如果它走出這種走勢的話 那我就會在這個點位去考慮開張趨勢的多單 甚至呢 在跌破這個地方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創造出的Low and Low 更低的低點 我會去把我的現貨給平倡一部分 當然是在高位建倡的現貨 那如果在低位建倡的現貨的話 我是還暫時不考慮賣出的 那如果跌破這裡 就是一個右側介入空單非常好的時機了 那我們再把級別切換到更小一點 一小時級別 其實現在確實是有左側超頂摸底的機會 但是我個人是不喜歡做這種交易的 但是我有看到機會 機會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畫出一條費波納器的話 你就可以發現 我們0.618的頂位 跟我們非常重要的63800的支撐位 居然是重合的 所以如果要做多的朋友 其實在這裡去掛上單子的話 絕對 如果接下來的盤面是走多的狀況 那你單子是掛在白色區域 你一定是有超到底 但是在這個地方超底 它是屬於左側的交易 就不怎麼安全 那如果是我掛單的話 我一定會以這種方式掛單 也就是金字塔型的 它如果盤面走到越下面 它會吃掉我更多的單子 直接掛單 那止损就直接放在0.786的頂位就好了 但是我會不會真的這麼做呢 那還要等盤面 它給出更多的信號才行 或者是想做空的朋友的話呢 其實如果我去做空的話 那我是會在這些點位掛上單子的 你看喔 這個好像畫反了是不是 那我就重新畫 如果我們把盤面這麼畫的話 那你可以發現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什麼神奇的事情呢 就是我們的0.618 它居然也跟我們水平的壓力支撐互換位是重合的 你看這個0.618的位置 跟這個黃色線居然是重合的 所以如果要我來做空的話呢 我非常有可能就掛 掛單在這個區域之內 非常有可能就是掛在0.5到0.618 那吃到的話 向下跌 我可能就在這個地方來做止盈 這個是有可能的 或者是 更激進一點的做法就是 直接價格來到這裡的時候 你就做空 然後價格來到這裡的時候 你就做多 這個也是可以的 那我現在呢 其實我相信各位應該也知道 如果有follow我們頻道的觀眾的話 我之前是有開了一張 2、30萬美元的多單 那利潤呢 我昨天睡覺前看 還是賺了一個1萬多U的 那早上起來呢 一覺睡醒來回到解放前 全部都沒了 全部都歸零了 雖然說我沒有造成任何帳面上的 損失 但是我的福音也全部都不見了 但是沒有關係 那現在這個行情呢 我們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現在我選擇是 先躺平 等著趨勢走出來之後 我們再選擇加入趨勢的那一方 加密貨幣行情據時效性 如果你不想錯過下一個交易機會 請按下訂閱按鈕 並開啟小鈴鐺 加入YouTube最賺錢的比特幣 去 去 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